那之前我們一起在馬來西亞返程的時候 那個打靶雞就把那部XV炒了 那部車因為在泰國出保險的話 是沒有辦法回中國製造的 所以我們就把XV放在泰國的數把路4S店 製造這部車 所以在半個月之後 我們又有一次由泰國開車回中國的經驗 那其實泰國開車是很爽的 因為車流速度很快 大家守規矩 所以不驚不覺我們就由曼谷去到匯曬口岸了 其實老窩的路爛大家都知道 我也很有經驗 但是這陣子老窩的警察真的很壞 我們有7個Block等著我們 那回去那一旦看到Block 就已經是伸手問我們拿東西了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 老闆 你好 是 到去哪 回去中國 這個到去 我知道 因為我問了中國跟老窩兩個海關在中國那邊 他們說OK 因為我車撞 中國你回國辦來OK沒事 不是我問了 他們說不用寫這個 因為我在 我是故意問了那個 因為我的車出了交通事故 所以才晚了回來 他們說OK 然後去到中國那個海關跟老窩海關那邊才辦的 他說不辦這個給我 他說回到去給他這個照片就OK了 車修好 他是撞了 所以才是修車 他才OK的 到期了一個月啊 我知道 那我當時我問他也是說到期了 我說這個東西我師傅到期了 他說是OK了 不倒是誰 哇 那確實這個Block的警察不是為了查我們的證件的 單純是看我們車有什麼吃 然後看我們的錢放在哪裡 見到有錢就各種藉口 學好中文 屎屈 找我們拿錢 所以其實這種體驗感是非常之差的 就是當你自己是正規 有道理 做好所有申請的時候 它都是一個道理 拿錢 你用不用嗎 你幹什麼 你 什麼事 我看不到你嘛 大哥 你其實是想說半天說話而已 出發了 給你吧 給你看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想拿錢而已 陰家賺 陰家富貴 要講半天 你不死出來難 我怎知道你要難 陰家賺 幸好這個Block 他們口岸很近 後面也沒有位置給他們設置 所以 扔下兩個星巴克的錢 打發了這班混蛋 我們又回到我們偉大的祖國 老窩路爛是不要緊的 因為這裏是另一種風景 亦是另一種人情 雖然這些黑景的Block 確實很打擾心情 所以無論怎樣都好 你給我 送我來 包我來 我都不會來老窩旅遊 因為這是一個很令人失望的地方